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阿红 这一期的视频和大家分享一道马来糕点炸香蕉丸 我们这里也叫做Guegodo 好了 话不多说我们开始 首先准备五到六条比较熟的香蕉去皮 去皮之后用叉子把它压碎弄成香蕉泥 弄成香蕉泥之后加入两汤匙的白糖 加入一茶匙的盐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之后加入五汤匙的面粉 加入两汤匙的粘米粉 然后再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之后加入三分一茶匙的发粉 加入三分一茶匙的苏打粉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之后盖上一层保鲜膜 静置片刻二十分钟 下一步起锅烧油 首先加入适量的油把油烧六成热 油烧至六成热之后先转到中小火才放入香蕉泥 就这样让它慢慢的溜下去 放完之后我们可以把火调大一些 但要注意里头的油温 不要让油温太高 避免炸不透 炸到金黄色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火调大一些 把油逼出来 差不多是这样子 比较深色一些了 我们就可以把它烙出来了 好了一道香喷喷的炸香蕉球完成 建议大家不要在刚炸好的时候吃 等二十分钟没那么热了会更好吃 好了这一期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